蝦幣 蝦幣 这个挺漂亮的 这个多钱啊 一堆 一堆五十元 一堆一堆 你送那个a studio 要这一堆 那都被我看见 the air 只有三堂 就是25元一张 刷完 我们先吃点东西才回来 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娃姐 今天本来没有打算拍影片 但我們已經很久沒拍過Vlog了 我差不多近五條片都是有主題性的去拍 所以今天打算拍一條日常 帶大家陪我們過一天 基本上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一天是會給大家的 有時候會拍片去香港一天遊 但今天我們就決定休息一下 你現在都不叫休息 你為什麼不想休息 難得出一下街拍Vlog 今天我們就來到深水埗 然後他就說想來這間咖啡店吃大雞 晨早上吃大雞 我想喝奶咖啡 本身我以為我們兩個都算是自由工作者 應該時間很自由 經常可以見 誰知原來是不是的 一個星期有一天已經很好了 然後兩個人的時間是錯了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深水埗的地攤 我遠遠的時候就看到一對焦財物 我問他幾錢他說50元 然後我就想說50元一隻都很便宜 急著說是50元一堆 然後馬上買不用想 如果他有其他顏色我一定會掃回來 這間叫什麼名字 我們是真的 真的 這樣就叫啪啪啪 大概有兩個 P和兩個 啪啪啪 啪啪啪 今天我們的行程主要是陪你去大灑這個消費券 你要買咪 買咪 買接下來出秀的衣 買接下來出秀的衣 你也會買東西 燈 我們一人叫了一杯咖啡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生菜包 生菜包 我突然跌了一個仔粥的生菜包 我的天啊 我滴了一些醬汁 我滴了一杯咖啡 那種鹹味掉了咖啡的味道 真的好吃 這個味道好像薯片的味道 零食薯片的味道 我們剛才臨走的時候拿去那張卡片 原來他的店名叫8282 我們剛才在那裡巴哩巴哩 我們現在去那邊了 你不是說去地灑嗎 地灑不是這邊嗎 他說現在要帶我去一間 他很喜歡的店 賣什麼的 賣生的 是賣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很便宜的東西 其實我的想買投影機 我想放在Studio 耶 找到了 就是這些機 深水埗這一檔是買一些二手相機 那時候我不是有一部CCD機 我有過來這裡找過有沒有那一部 但是那裡沒有 但是這裡也有很多百多二百的小機 是數碼機 但是它已經是很久以前 現在很多人玩舊機 就是想要以前那種感覺 手機殼 想當年 肥娃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不是會畫手機殼嗎 那時候是每個星期都來深水埗 找那些透明的殼 最初代的手機殼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在裡面 有一張畫紙 然後在上面畫畫 然後接進去 很久以前 我們這一站去百寶利大廈 去買錄音的麥克風 跟我妹妹也是買這些 跟她也是買這些 我想問Rody的一開二的麥克風 這裡不能買 因為我不見了其中一塊 一陣子還沒可以再加那一塊 你等的將來 我估計應該是會有三塊 他可以買 那我等它 用這個時候太方便了 兩千元也算便宜吧 我看過我妹妹的都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想要努力賺錢 再燒錢 一定要燒一次才有動力粉 原來是可以反轉的 要燒完之後才有動力賺錢 麻煩 我想要一隻達摩 達摩 給你看看我剛才 在買衣服的時候 我去買了些什麼 登登 我知道 這是招牆貓 但是這次這個不是招牆貓 那都被我看到 是達摩 我決定回去游掉 六十八塊一隻 來到旺角帶大家去吃一間 一定會有手去吃的燒賣 加入了酥醬真的很棒 你知道我那邊家嗎 這邊是涼茶堡 是涼茶堡的燒賣 是小妹介紹給我 超好吃的 它的S.O醬 混在一起 它又不會說是辣 它真的是S.O醬的香 又來了星際 打算看看有沒有腳架 自從去完攜廣之後 我發現一個坐地的腳架 其實都需要 但我家的腳架太大了 我想看看有沒有一些小一點 但小的腳架有一個通病就是 當你大機舉高的時候 它坐地就不穩 這個腳架 還可以的 1.5kg 比我們剛才那些 不 其實我的消費券用得七七八八 其實消費券是外來買東西 我覺得吃飯吃飯都沒有了 加了電話費 其實有沒有人留意到我染的頭髮 咖啡色 超明顯的 那時候我開Story 問人們知道我染什麼頭髮 然後有大量的人說 你也要染咖啡色的 觀眾真的很自我心 2 從今以後你多了一樣東西 你會這樣拍我的頭 會啊 會啊 那你會這樣拍嗎 會 好 我轉眼間已經去到他們的宿舍了 我來這裡的唯一目的就是 拿回我的包裹 因為我這個送了去他那裡 順便跟大家開買這個箱 這個是我在小CK的網站訂的 因為這個包包我之前買了給我媽媽 我那時候買的是買深藍色 買完之後覺得這個包包挺漂亮的 然後自己買了白色 我去門市裡看過 它是沒有白色的 白色是要訂的 為什麼可以拆得這麼軟 原來它本身可以拆得很漂亮 噢噢噢 這個牌子的包包 我買了兩雙他們的鞋子 然後買了三個包包 這個等了整個星期 但如果平時我穿得那麼隨便 這個就不太配 它是這樣的型 小小的 它整個包包就是這樣的 它真的是純白色 什麼給大家看 是這樣的 超亮的這個袖子 它的長度剛剛好 它裡面的內袋就是這樣的 一個iPhone12 其實也不是很小 本身打算拍一個 類似小CK的開箱 我以後可以集合一堆我喜歡的東西 再拍給大家看 很滿意這個 好了來個小總結 今天買了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是這對招財貓 雖然它的樣子不是很精緻 但50元兩隻你還想怎樣 然後就是這個 達摩 如果有followIG 應該知道我現在在畫一大堆招財貓 也是這個東西出的 是日本推出的 我稍後有機會再拍片給大家看看 我的平成是用什麼常識 次貼上IG我發覺也有很多人有興趣 然後要買的一定是 這個腳架要找到心意 真是爛 而且重點是它便宜 它500多元 折上折 我今天在星際看的 大部份都要超過1000至1000多元 它這個腳可以直接扭我現在的腳架 那個波波 歡迎它加入我的攝影器材 好了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下條影片再玩 拜拜